我們在主日崇拜讀《列王紀》的經文《思想君王與領導》這個主題, 今天我們來到最後的一次。 在猶大國的歷史當中,或者講在列王紀的記載裏面, 兩位的君王都有很高的評價。 怎麼高呢? 如果你參考我們的大綱, 你回去看關於這兩個君王最後的評價, 你就會發現, 列王紀都給了他們同一句的說話。 簡單用中文的成語來講, 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這八個字你懂得解釋。 以之前的皇帝沒有一個救他這麼好, 之後也沒有。 講一個, 那就是 照著字面的意思去理解。 講兩個, 你心水清一點,你就說矛盾了。 如果兩個皇帝都是這麼好, 一個說前無古人, 前面那個怎麼計? 後無來者, 反過來看又不對。 我們讀聖經很少這樣問問題。 不過你要明白, 這個其實是一個文學的手法。 用了一個很高的評價, 其實不是照著字面的意思去理解。 懂不懂? 譬如我們說,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那你不要根根計較, 十一年還是十二年才種到一棵樹, 是一百年。 不是,那個只不過是一個比較, 十和百的倍數。 聖經裡面用這些稱讚的說話, 是很崇高的。 一個是比希西家王, 一個是比今天我們要討論, 來到猶大國的歷史, 幾乎差不多結束了。 你可以說最後一代, 約西亞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在約西亞王在位期間, 耶利米先知蒙趙。 耶利米書第一章告訴我們, 耶利米先知是在約西亞王十三年, 蒙趙作先知。 做了四十年。 為什麼是四十年? 這麼巧巧? 不是啊, 因為在第四十年, 耶路撒冷就亡國被老。 好。 約西亞王的一生其實很短。 未到四十歲, 他就戰死沙場, 在戰爭當中陣亡。 但是他的一生很特別。 剛才我們所讀的, 我們是由他祖父開始看到歷史的記載。 馬拿西就是希西家的兒子。 馬拿西在位超過半個世紀。 好太平的日子, 不是巴比倫王曾經上來, 老了他去。 但是馬拿西不是一個好的皇帝。 剛才我們讀《列王紀》的記載說, 他行耶和華眼中捍衛惡的事。 他使由大人陷在序裏, 他流許多無辜人的血。 即是那些被自殺的那些。 馬拿西不是一個好的皇帝。 所以他超過半個世紀 在位的日子對耶路撒冷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有怎樣的領袖影響整個的國家。 一個不好的父親影響他全家。 領袖是會有這樣的影響。 好的影響,不好的影響。 馬拿西這半個世紀, 行耶和華眼中捍衛惡的事。 或者我們講, 講謊講得多, 都變成是真的了。 惡事做得久, 慢慢大家都習慣了。 反正不要打仗, 大家太太平平, 繼續找飯吃, 這樣就… 我幾乎想講那四個字, 不過在台上不可以講。 馬拿西, 為耶路撒冷由大, 留下了一個怎樣的legacy, 一個怎樣的歷史。 到他的兒子阿門登基, 二十二歲。 他只是做了兩年的軍王, 他繼續他父親所行的, 就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敬奉他父親所敬奉的偶像, 離棄耶和華, 他列祖的神, 不遵行耶和華的道。 然後經文就講了一句, 剛才你有沒有留意到? 他的神伯就背叛他。 我們要很小心, 經文沒有講為什麼他的神伯背叛他。 對不對? 我們不要以為, 他們一定是因為這個皇帝不敬虔, 不愛主,所以背叛他。 沒有講過,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譬如, 上一次幾個星期之前, 我們看到耶羅波安,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呢? 耶羅波安帶領以色列人背叛羅波安, 另立北國, 是因為重遂, 因為要做武功。 是這麼簡單而已。 其實很現實的。 如果羅波安懂得做, 大賬, 減稅, 派六千元, 這樣又可以了。 有時候也不行的, 派給你也會罵的。 阿門的神伯背叛阿門,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過,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當他們殺了阿門之後, 在宮殿裡面殺他, 所以是一些最親信的神伯, 。 國民也都將這些背叛的人殺了。 哇,你可以想像那種的血腥, 你可以想像國家落到一個這樣的田地, 內戰, 敘利亞, 阿拉伯之春, 沒有一個人想的。 不過,事實就是這樣。 聖經不是記載一些革命樣版人物, 拿出來做榜樣, 拿出來做尷尬, 不是, 聖經記載的是有血有肉真實的歷史, 就好像今天我們所活在的世界當中。 上帝的工作不是在神話的世界, 更加不是在一個童話的世界, 而是在一個現實的世界當中。 這個現實的世界就是充滿人、行、 人、惡事、流無辜的血, 背叛、造反、血腥、暴力。 聖經記載了這麼多, 接著他就介紹約西亞登基。 啊,你說好了,約西亞出現了, 你不要忘記, 約西亞在一個怎樣的環境裡面長大。 他登基的時候八歲, 即是說他出生的時候, 他父親阿門是十六歲。 你有沒有計過數? 你讀聖經的時候有沒有計? 十六歲已經結婚的了, 大兒子來的。 但是這八年, 剛才我們看二零零零年開始, 是嗎? senior kick in the garden? 啊,十二年了, 斬下眼就過了, 不是,斬很多次眼的。 快樂的就不小心了,是嗎? 如果你說小孩有病, 是嗎? 有很長的, 要跟進的問題, 哇, 真是夜長夢多, 真是很難熬的日子。 約西亞這八年怎樣過? 在他祖父, 在他父親的這樣的歷史背景當中, 他的成長不是一個成北華基的成長來的, 沒有主日學的, 有沒有想過? 是在一個完全離開上帝這樣的環境當中成長的。 多謝姊妹剛才的代討, 離棄了上帝, 有沒有希望? 國家, 領袖, 君王。 我們經常都以為, 要在一個好的環境成長, 才有好的結果, 不一定的。 約西亞八年成長的皇宮, 是一個這樣的事實。 但是, 你看到嗎? 當他做皇的時候, 他八歲而已, 但是聖經就說, 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行他的祖先大為一切所行的。 出於泥而不染, 作青年而不擾, 你稍微背上去, 外連雪。 可以的, 上帝可以保守的。 或者說, 上帝的工作, 沒有被環境condition了。 今天, 我們很多的學問, 都教我們, 要找個原因。 Cancer。 很多人就告訴你, 有什麼原因。 太忙了, 不睡覺了, 吃東西沒有定時了, 找到原因, 天下太平了。 是啊, 很多東西可以找到原因, 但是, 上帝的工作, 有時候沒有原因的。 他憐憫約西亞。 什麼時候開始憐憫約西亞? 出了世之後,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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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劉嘉賓傳道, 在他這個講章, 其實有一半是他的, 不是我的。 他提醒我, 上次講耶羅波安那一段, 是, 是, 我們現在來到列王幾下, 二十一章, 二十二章, 忘記了列王幾上了, 不忘記的, 因為列王幾上十三章, 耶羅波安的時候, 有一個神人, 記得嗎? 他來到不得利, 指著耶羅波安犯罪, 那個祭壇說, 將來上帝要興起約西亞, 來到清理這個不得利的祭壇。 距離列王幾下二十二章, 一個世紀有多了, 兩個世紀之前的事, 上帝興起約西亞, 是一個非常之惡劣的背景當中, 上帝可以這樣做, 上帝沒有給任何的條件, 限制他的作為。 正經也是沒有解釋, 跟另一個王很不同, 另一個皇帝小時候, 有個很好的祭司養大他, 記得父牧師講過這篇道, 前一個星期而已, 大概, 這裏沒有解釋到, 約西亞八歲, 他做皇帝, 他就已經懂得行耶羅波華, 眼中看為靜的事。 是一個很奇怪, 跟他的背景完全解釋不到, 這樣的一個歷史事實。 神的因念, 沒有原因, 沒有理由。 我們看回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我們的經歷, 我們可以去找原因, 很多時候小組安靜, 叫我們默想, 寫過去影響你的因人, 又看回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些什麼, 但很多時候我們要承認, 上帝的手在我們生命當中奇妙的作為, 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些什麼, 不是因為我們有些什麼好處。 如果要這樣計數的話, 聖經講得好, 沒有二人, 一個也沒有。 我們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幾路。 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神的兒子就為我們死, 全部是沒有理由的, 是沒有原因的。 所以不要強行去找理由, 不要強行去找原因。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有一天你會去到一個地步, 當你發覺所有的原因, 所有的理由都指向邪惡的, 你就絕望的了。 你就忘記了上帝原來可以化扶紐為神奇的。 約翰加爾文的神學講這句話, 講了很多次。 上帝是沒有任何限制他的手工作的條件。 約西亞八歲, 是一個這樣混亂的社會、政治、家庭、皇宮、政府。 他八歲,這個小孩,這個豆釘, 剛才你看了很多了。 有什麼希望? 有什麼可能? 約西亞都明白的。 所以歷代志就交代了幾個很重要的數目字。 列王紀的興趣不在這一書。 所以我們要將兩段經文合在一起讀, 我們就看得比較準確一點。 歷代志說他八歲登基,十六歲,加多了一段,他就尋求上帝。 二十歲才開始宗教的改革。 二十六歲,即是他登基,來到二十六減八,第十八年, 他才開始潔淨耶路撒冷的聖殿。 等了很久,等了很久,客觀的理由,八歲登基,你看小說,看電視劇,就算你不真的讀歷史,你都明白了。 八歲的皇帝仔,怎麼管理國家,靠誰? 金正恩後面的章是什麼? 你明白嗎? 很清楚的,其實。 一定有一個攝政大臣, 或者叫顧命大臣,顧問牧師, 不是,那是另一回事。 這個老人家,有功於國, 是他湧立約西亞的, 所以他大權在押。 約西亞沒得動的, 他每天八歲不是上朝的,是讀書的,明白嗎? 所以到他十六歲的時候,他選讀什麼? 中學畢業了,他讀神學。 懂不懂解釋嗎? 他不是做牧師,他沒有說做牧師。 他明白上帝的說話而已。 當他自己有得選十六歲了,有得選了, 年輕人了,不是八歲了,不是任你沒有了。 他選擇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他尋求上帝。 但都還沒能動的。 所有國家的大使,他沒有權插手。 他再等。 你讀聖經,你有沒有留意到這個事實? 到他二十歲的時候, 我們說親正。 懂不懂解釋嗎? 他終於坐正了。 涉政大臣或者退休。 沒有了,聖經沒有交代, 都沒有提過這樣的人物。 不過一定有的。 現在年輕的軍王, 有權在國家裏面推行他的政策。 ghetto association。 一輩子的那兒原本是才 mismo。 那是 apostASE, 有點像發生說吧。 你活動後天見到大哥做的事還是這麼多來重新。 能夠想像到約西亞所面對的重重困難。 聖經記載他首先清除南北國境裏面所有的憂坦和處長。 憂坦,英文聖經譯high places,就是百姓在任何的山憂上面,只要是高了出來的,high places,不是平地,不是山谷,不是河邊,是山頂,不是高山,是小山,在山頂上面。 我想你又是用回中國人的傳統才明白,那些有好風水的地方的墳墓呢? 明白了,當然是一個坐北向南,環抱三面,然後那些好地方,百姓就在那處拜偶像。 所以,無恐不入,水銀卸地,通地都是,全個國家有幾多個這樣的憂坦,數不勝數。 約西亞現在首先清理這些的憂坦,和憂坦所立的木杖、石杖、木柱、石柱,這些全部是上帝禁止的。 在哪裡找到生命記?你讀摩西亞的憂坦,約西亞有讀書,所以他明白上帝的吩咐。 憂坦上面燒香的,這樣才拿名,是祭司來的,是神學畢業的,有牌的,那些不是偶像的祭司,不是巴力的先知。 那些的祭司呢,約西亞要將他們送回來耶路撒冷,在聖殿重新訓練他們。 按照聖經的教導,摩西的教導,怎樣敬拜上帝,不是周圍按百姓的喜好,在憂坦上面燒香。 這個是第一件事。然後,他清理耶路撒冷聖殿裏面,竟然有巴力和阿舍拉的氣名。 敬拜巴力的行為,已經入到來上帝的聖殿裏面,不是在外面。 然後,在耶路撒冷,百姓竟然也有這樣的規矩傳統,將兒女獻給摩洛。 這四個字呢,就令聖經學者拋了頭,什麼叫做將兒女獻給摩洛。 我們知道摩洛是一個偶像的名,一個假神的名,將兒女獻給摩洛。 你不要相信那些書說,那些書說,另外一句說話叫做把兒女驚火。 那就將小兒女獻祭,所以排著隊來,將自己的嬰兒殺死,在火裏面燒給摩洛。 有哪個父母會這樣做?如果有,都是去到一個山窮水盡這樣的情況。 不一定是,不可能是排著隊這樣做。排著隊這樣做的是什麼? 又用中國人明白的說法,上契。 你都可能小時候被媽媽上契的。 很多基督徒都很擔心。 哎呀,我一生就有一個就座。 上帝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追好我的罪。 你放心,聖經從來都不是這樣說的。 不要誤會,不要被人騙。 上契的目的,是求保佑。 是吧? 所以,容許我又很大膽,用一個現代的比喻, 上契,那些都是比較民間,傳統,加拿大都不太流行。 我的說法就是,今天幼稚園開始報定一家名校。 保證他以後,保證他以後,條條大到一定發達。 你將兒女獻給馬門。 看到嗎? 你是為他好的。 有什麼不好? 我懷孕的時候已經排隊了。 入到這間幼稚園,就入到這間小學。 入到這間小學,就入到這間中學。 入到這間中學,就入到這間大學。 入到這間大學,入到這間研究院,入到這一科。 出來,不用憂。 把兒女獻給摩絡,不是將他們殺死。 但是這個風氣,給多個神保佑,有什麼吃虧? 信耶穌不是一定要窮一輩子的。 有很多理由的。 約西亞明白聖經的教導。 《生命記》怎麼說? 他說,入到嘉南之後,你看到那樹物產豐富豐條與順國泰文安。 你不要以為,賺取財富的力量是我所擁有的。 你的心裏千萬不要這樣想。 你要記得,賺取財富的力量,都是你的神所賜給你。 。 約西亞在做這些事情? 不容易啊。 還有呢? 他墳位拜太陽神的那些馬匹和那輛車。 他有污衛外邦偶像的憂壇。 他拆毀不得利的祭壇。 他嚴禁民間流行,種種加南宗教,民米占卜通靈的行為。 然後他發現摩西的律法書,在聖殿越宣告,立約全體百姓來到耶路撒冷守如月節。 留意,約西亞所做的,與耶羅幫安所做的,是剛剛相反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 記得耶羅幫安。 耶羅幫安登基之後,他一連串的行為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威。 叫百姓不要回耶路撒冷去跟大偉家。 他忘記了這個領導的職份是上帝交給他的,透過阿希雅才知道。 完全不相信上帝的說話。 反過來,約西亞相信神的吩咐,明白神的教導,願意遵行。 其實他每做一件事,他得罪很多人。 你有沒有留意到? 他連父母都得罪了。 可能剛才我說的這段說話,得罪了你。 為什麼約西亞要這樣做?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聽從上帝的分別。 他知道,只有獨一的真神耶和華。 不需要這裏又買多個保險,那裏又做多一件事。 又掛串珠,還是鞋,還是這樣那樣。 不需要的。 專心跟從上帝。 約西亞明白上帝的說話之後, 他沒有計較他自己政治的得失。 做領袖這件事很重要。 特別是做屬靈的領袖。 如果你計較的是選票。 是popularity。 是多少人喜歡,多少人不喜歡。 你的上帝就是群眾。 就不再是上帝了。 無要傳道。 保羅這句說話你一定會背的了。 下面那句說什麼? 無論得事、不得事。 這句我們不懂解釋。 什麼叫得事? 兩個字都懂得讀。 懂得寫。 什麼叫得事、不得事。 我們現在廣東話都不是這樣說。 以前的白話文是這樣說。 無論對聽、不對聽。 無要傳道。 所以那個傳道就不是說傳福音。 是吧? 你背這次金句就不是人家喜歡聽, 你又傳給他。 人家不喜歡聽, 你又拿本什麼出來讀給他聽。 不是。 其實在說的是領袖, 將神的道, 寶羅和以弗所教會說得好。 他說我從來沒有被毀任何的說話。 無論在家中。 公開的場合。 家中大概意思不是聚會。 是私人的處境。 counseling。 關門一對一。 或者公開的場合。 寶羅講了兩次。 他說以弗所的掌勞。 你們可以做正的。 神的道,我沒有一樣被毀不殊。 為什麼要被毀? 這個中文翻譯很傳神。 因為不喜歡聽。 不對聽。 講完這篇道之後, 一半人會走的。 還是不要這樣說。 你的上帝是誰? 約西亞好爺。 年輕的軍王。 其實來日方長。 他其實可以儲多些政治的本錢。 做多些人人都拍手的事情。 然後才動都沒有錢。 不是啦。 他動他就動了。 他拿到。 他坐得正。 現在他能夠二十歲的時候。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上帝喜歡。 百姓呢? 未必喜歡。 你看到這個難處嗎? 讀主學的時候,我們很少這樣看。 他是一個很敬虔的皇帝。 當他上聖殿敬拜的時候。 百姓就歡呼。 我們有個好的皇帝了。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反而耶羅波安。 百姓歡呼。 以後不用去那麼遠。 耶路撒冷了。 他真的好。 他給我們每人都做了祭司。 他那些的政策。 很受歡迎。 受歡迎。 還是讓上帝喜悅。 有時不是同一件事。 做領袖。 容許我們講。 有沒有那個gut 來去遵行上帝的旨意。 而不是看文卷回來的percentage。 約西亞是一個這樣的皇帝。 經文記載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只是問上帝是否喜悅。 什麼是領袖? 這樣就是領袖。 約西亞的一生很短。 所以很快去。 我們想著他還可以大展拳腳。 四十歲應該是壯年。 不是中年。 怎麼計算? 以前人均壽命七十歲。 所以half time。 下半場上半場。 就是三十五歲的書來割。 現在不是了。 現在最新的書。 James Houston出了一本。 討論教會裏面。 說的是人生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不是說二分之一。 三十歲之前是頭三分之一。 三十到六十歲是第二個三分之一。 現在大部分的教會。 baby boomer這一代。 一人生三分之一。 最後三分之一。 六十歲到九十歲。 當然了。 我們加拿大政府推行的醫療保健。 所有的醫生都叫你連連回去檢查。 四十歲。 四十歲就開始。 又要看那樣。 看那些指數。 我也跟你講過了。 那個flaming score。 要預測你接下來十年。 心血管的危險程度比例有多少。 然後它有一個很成功的。 這個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 所以又開始做運動了。 我有一個很好的弟兄。 最近他的頭撞到五針。 做什麼事? 原來他拚命踩單車。 前面的車停下一個vain他砰撞過去。 幸好帶著的helmet。 運動吧。 其實四五十歲的人做什麼事這麼辛苦? 運動吧。 是呀,你有九十歲的,未必到一百二十歲。 若西亞四十歲未到, 但經文很快就記載 他生命當中最後的一件事。 長話短說,我們沒有時間慢慢地去討論。 若西亞在戰場上面, 為國眷區, 你可以想到很多這些, 我們都有一條401公路, 紀念每一個英雄, 每一個為國家打仗死的, 回來都有一支國旗蓋住的, 不要問他怎麼死, 總之他是服役期間都應該轉境。 若西亞這一場戰爭, 是很離奇的。 首先, 就是他跟埃及法老打仗, 就不是埃及的軍隊來攻打猶大。 埃及的軍隊, 照聖經學者的研究, 其實是抵抗亞術巴比倫, 那邊來的軍隊。 不過, 你知道兩大文明古國打仗在中間, 那就巴勒斯坦了, 所以在猶大的附近。 猶大國在山區, 你去過聖地, 大概你會明白那個地形。 打仗就不在山裡打的, 在平原打的。 所以, 其實, 約西亞只要放下架, 沒有空, 關上城門, 在外面, 律堂雙爭, 就如人得利。 其實你會想的, 開完, 一定是這樣的結果。 不知為何, 聖經學者又拎了頭, 約西亞竟然會出兵, 去爛阻法老。 然後, 法老就跟他說, 我不是想跟你打的, 不要浪費了, 無需要打多場仗, 你回去吧, 你的上帝也不是要你出來跟我打仗, 說了一句。 如果你留意聖經的記載, 聖經的作者就說, 約西亞王沒有聽上帝的吩咐, 這句話其實是很內人尋味的, 因為通常上帝說話就不會透過法老。 對不對? 約西亞這麼敬虔, 其實如果上帝要跟約西亞王說, 你記得羅波安, 羅波安要出兵去打爺羅波安的時候, 有一個神人出來警告, 結果猶大的百姓各歸各成就不打了。 其實約西亞是絕對願意順服上帝, 不過說出在法老的口, 即是上一次希西加亞術的軍隊一樣是這樣說話的。 耶和華叫我來產平你的, 你信不信? 事後看回頭, 原來他說的是真的, 事後諸葛亮。 所以, 耶羅波安那一次神人出來說話, 耶路撒冷聽的, 羅波安也聽的, 不好的皇帝也聽的, 。 約西亞這一次真的有點無辜, 有點冤枉。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如果讀《列王紀》的記載, 他告訴我們, 其實約西亞心脅的, 所以他改裝上陣的。 你明白領袖嗎? 領袖是軍心之所係。 所以你在哪裏一定有支旗的, 皇帝在那裏, 擦支旗, 兵看到你在樹, 知道不會亂, 贏著, 他們就打仗拼命。 以前打仗不是禁制的, 是靠每一個兵勇猛。 所以皇帝在上陣, 那個是軍心很重要的關鍵。 約西亞王, 扮另外一個人上陣。 那就是說, 就好像阿哈王那次這樣, 他要找一個神伏扮他才行的, 你明白嗎? 所以那個是假的, 他在旁邊, 另一輛車也好, 什麼都好, 那個不是真的。 但正如阿哈王那次, 扮了之後也好, 有個不知什麼人, 隨便試一下那把弓, 可不可以, 瞄著雲, 都不是瞄著他的。 那竟然那支箭就會, 射中阿哈王, 那個盔甲的那, 這樣射死他的。 這次差不多。 約西亞是死得很冤枉的, 是很無辜的。 或者說是完全不需要, 死了。 我想, 我們讀《列王紀》這一段的經文, 我們不可以不處理這個結局。 是吧? 我們可以完全不提的。 啊, 約西亞好爺。 啊, 他遵行上帝的吩咐, 上帝憐他, 上帝用他, 那就呼召了。 哪個弟兄, 哪個姊妹, 願意成為摩西, 成為盧德, 成為拿鵝米, 成為誰都好, 總之被上帝用的, 我們完全不提, 約西亞, 三十九歲, 在一場完全不必要的戰爭當中, 離開世界。 第一, 這個往往是人生。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這個往往是人生。 你計劃好了。 我有個弟兄在香港, 太太奉獻做傳道, 按立了牧師。 這個弟兄是公務員, 他說, 好啊, 太太, 我提早退休, 和你一起侍奉。 其實他之前在教會已經做很多事情了。 太太很開心, 丈夫提早退休, 趁環有力量, 可以一起雙劍合璧。 你懂得說下去四個字嗎? 天下無敵。 去休那一年, cancer。 還要是胸膜癌。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很痛。 為什麼? 這麼好的弟兄, 這麼好的計劃。 不是一個半個的。 你睜大眼看, 你不只是看童話故事。 你不只是看革命樣板人物。 你不只是看見證。 你看你身邊的朋友親人。 一生服侍主。 啊, 到晚年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多病痛啊? 為什麼這麼孤單啊? 為什麼要住老人院啊? 為什麼啊? 為什麼啊? 我們很多這些問題。 這個是人生。 聖經要是就記載一些很美麗的故事。 不提現實的人生。 但是聖經不是。 聖經所記載的, 所以往往你有時讀起來, 你不喜歡的, 你寧願看一些很美麗的故事, 讀自己文集, 一定是good ending的。 在海裡怎樣掙扎, 你肯定知道最後那一版, 它一定得救的。 這樣才讀下去, 。 如果死毀了, 那看來幹什麼呢? 這麼心說的。 聖經有一些的記載, 或者很多時候它按著事實記載, 你是會心說的。 心說是好的。 因為你開始能夠代入得到下去。 它不是一個遙遠的英雄, 只是在講台上面射燈射住的。 不是的, 它是一個普通的人來的。 生老病死, 同樣會臨到它。 這個是弱勢。 近很多的。 不是一個這麼遙遠, 這麼神聖, 這麼遙不可及的榜樣來的。 第二, 第二, 經文記載這一篇, 是否, 經文記載這一篇, 是否給他們一個更爲弱。 所以, 其實他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 聶皇紀給約西亞的評價, 就是不停在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所以, 我開始問第一個問題, 希西加还是约西亚,列王纪怎样看他们两个,都是好的,最好的了,但是列王纪有偏心的,他对约西亚说多了一句,说多了哪一句呢? 列王纪下二十三章第二十五节说,在约西亚以前,是没有王将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将他。 看到吗?在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八个字中间,列王纪陷了六个字在树,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懂得背这句,尽心,尽性,尽力。 新名记是尽心,尽性,尽力。 新名记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你要尽性,你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全本圣经,除了新名记这个吩咐,就只有列王纪下二十三章,说约西亚这句说话。 他说约西亚是历史上唯一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的人。 看到吗?这个称赞非同小可,谁敢这样说话? 圣经说,约西亚的一生,是能够遵行最大的戒命。 记得耶稣的吩咐吗? 戒命中那一条是最大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 约西亚做到了。 但是他的生命为什么这样结束? 那你又要记得,我们有很多个星期之前,有很多个月之前, 我们提过约白记的。 记不记得撒旦的逻辑? 记不记得撒旦就是经常跟我们说, 你服侍上帝应该有好结果的。 上帝不祝福你,你还去赞美他? 上帝不祝福我,我当然不去赞美他。 给你直气壮。 你敬虔,你爱上帝,你尽心,尽性,尽力, 其实你不是看着上帝,你是看着祝福。 对不对? 我经常说的比喻就是,我女儿不在,背后说一句,对不起, 未申请permission。 她学琴,我从来都不敢说, 用心练琴了,然后爸爸带你出去吃雪糕。 因为如果我这样习惯了说, 我不知道她是喜欢雪糕还是喜欢练琴。 有些大英姊妹告诉我,我儿子很愿意讲见证, 三岁开始,每次讲完见证有汽水喝。 她喜欢七起,还是喜欢讲见证呢? 我也不知道。 没有啊,练琴就是练琴。 吃雪糕就是吃雪糕。 爱上帝就是爱上帝。 爱上帝本身是值得你这样做的。 是应该这样做的,明白吗? 有没有好的结果,你都应该这样做的。 不是因为上帝祝福我,答应了, 所以我现在爱上帝,到头来上帝不祝福我, 是给我cancer的。 所以我以前都是浪费了。 你的浪费是什么意思? 你用它来交换。 你的上帝原来是祝福你。 不是。 约西亚的一生被我们见到, 历史上许多神的仆人, 一生忠于上帝。 他没有问结果。 容许我,用我父亲, 做一个最后的见证。 三年前, 他和我妈妈回了香港, 大家都知道, 之后你又见到我妈妈, 母亲节港道的风采。 是吗? 你才没有回来了。 是另一个姊妹在香港的说法, 恢复着健康。 感谢神。 我爸爸今年86岁了, 祝他的健康, 一日差过一日。 我感谢神, 零五年我们全家过来, 能够在他最后健康的四年五年, 我们在他身边, 可以自由出入。 他最后那次开车撞了, 我刚刚在附近讲完主日崇拜, 可以立刻去帮忙。 然后, 他身体不好, 回了香港。 到现在, 神恩代, 神保守, 神看顾。 但是, 他已经去到一个阶段, 他晚一刻睡不到, 日头睡得很丟, 感谢主。 所以, 都还是健康。 虽然, 医院, 那个, 湖康院, 每年评估他三个问题, 第一个, 营养不良。 医生都笑, 他说, 这些是用body mask来计算的, 老人家不行的, 他有没有胃口啊? 我爸爸答得很好, 对吃的, 就有胃口了。 老人家多诚实啊, 是吧? 就是, 考他记性, 牧师, 你有100元, 给了7元, 给了一个孙子, 剩下多少钱啊? 那牧师怎么回答呢? 他说, 我这三年来, 口袋里面, 一个仙都没有。 很清醒啊。 所以, 晚一刻他睡不到, 日头他补回眼睡, 晚一刻很辛苦啊。 我妈妈, 有一次我和他们一起吃饭, 就和他说, 今晚你要乖啦, 不要要起床啦, 不要人家担心你, 跌倒啦, 睡不着都在床上面, 祈祷, 事务的, 这样一圈人啦, 是吧? 你知道牧师怎么回答? 我爸爸答得好, 真心的, 他想都没想, 他说, 我从来都没有为晚上忧虑。 我听到这句说话, 我很感动。 福士上帝一生, 来到晚年, 质病, 健康。 啊, 上帝一定要保守的, 上帝已经保守了很多, 上帝答应了他的祈祷, 让他和我妈妈可以一起, 但是, 又有二十四小时的照顾, 神很大的恩怨。 但是, 你懂得这么看嘛, 你可以很bitter的, 你可以很对上帝很多疑问的, 不抵啊, 浪费了啊, 为什么啊? 不是, 我从来, 都没有为明天将来忧虑, 因为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要怎么用你的一生, 是他作主的, 不是我自己作主的。 今次回香港, 多谢你的祈祷。 以赛亚书, 刚刚讲完, 有一句说话, 留在我心里面。 上帝说, 我的道路, 高过你的道路。 若西亚的一生,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为什么爱上帝? 你为什么爱上帝? 你为祝福吗? 或你为上帝? 是上帝, 所以你爱祂。 无论是生是死, 懂得背下去吗?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 都很实在, 不是故事, 不是神话, 更加不是童话。 但是上帝的旨意,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很特别。 你认定了。 爱上帝, 尽心, 尽性, 尽力。 爱上帝, 本身, 值得的。 所以你留意到列王几记载, 若西亚, 战死沙场之后, 百姓是为他哀哭的。 耶利米为他作哀歌。 他蒙记念, 不是因为他人生那么短, 不是因为他最后 somehow made an unnecessary mistake。 他蒙记念的, 是他爱上帝的一生。 坦白说, 他的改革, 并没有带来由大, 不用亡国的复兴。 哎呀, 那改革来做什么呀? 我们又问这个问题了, 很快的, 弹出来的。 什么改革本身没有意思的吗? 什么清除偶像本身没有意思的吗? 什么爱主本身没有意思的吗? 看到吗? 弱西亚的一生不停在问我们这个问题。 你今天所做的, 为什么? 为回报? 或者为本身这件事情合神的心意? 我就做的。 无论在什么的环境当中。 如果是弱西亚的一生, 让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这样的灵袖。 他不是一个完美没有错的人。 完美没有错的只有主耶稣。 主耶稣的一生, 都没有三十九岁。 是吗? 很短的。 死在十字架上。 照你的意思, 不是照我的意思。 我们同心, 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 我们众人都安静在你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恭敬, 将我们的一生, 奉献在你的手中。 认定, 跟随你, 听从你, 本身, 就是最值得的。 不是为了什么的结果。 不是要来交换, 什么的好处。 如果没有, 那我们就, 杀了。 天父啊, 求你随去我们心中, 患有这样的想法。 患以为, 上帝和我们之间, 是只有这个做生意, 合同的关系。 忘记了你的恩典, 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就已经临到我们。 在我们的软弱当中, 你赦免, 你恩代。 所以你吩咐我们, 要去遥夕我们身边的人。 多谢主, 你是这样对我们。 我们竟然一直以来, 还和你根根计较。 合主席, 谁听我们的徒告, 奉耶稣基督的明教。 解放手, 不可再说 histor性丝。 因此, 优优生存在。